- 老刘影片工作坊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老刘影片工作坊 我是老刘 好 那今天呢 马来西亚出了一个 国宝 应该是讲国宝 没有错 就是国宝 那每一个人我想应该都知道 在中国有这个国宝 那今天开始呢 在马来西亚呢 就有这个国宝 那这一个国宝呢 很多人认为它是犯法的 然后无知的 可是我们之前有一些部长 就认为应该要很好的去培育这些国宝 让他们成为国首 可能这个部长是用常来想东西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也是 马来西亚的司法 最黑暗的一天 应该也不是讲最黑暗的一天 应该是最后一天 然后 现在会让很多人都认为 马来西亚的司法 已经不存 马来西亚已不存在任何司法 就是犯法的人 没有错 没有犯法的人有错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了 哇 那个 汽车撞 脚车案 已经很多年了的事情 之前已经是无罪释放了 后来就不断的上 那个 犯法那一方呢 就不断的在上诉 因为死了八个小孩子 因为当时是有16个人在 然后我以前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 讲那个 小孩 在被那辆车撞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 背对着那辆车 从后面这样撞上来 然后他扭头看到那个 驾驶员是在 按手机 就是讲他被撞飞的同时 他扭头 看向那边 觉得 那个女的是在按手机 我觉得那个小孩子 就是 棒棒棒 OK 好 那 现在呢 已经过了大概好像是七年啊 还是六年 OK 那 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就 他其实这个女司机已经是 有被判过一次无罪释放了 然后上诉了过后 今天啊 应该是讲昨天 呃 被 上诉 呃 得逞 呃 然后那个 女司机呢 就被判处六年 罚款六千块 当庭执行 啊 不能保释 没有缓刑 那 判他的这个 法官呢 就认为 啊 当初的 就是当时的路况 啊 很昏暗 然后 他虽然是 没有超速 然后有寄安全带 没有按手机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 前面会有一堆国宝在前面 你必须随时提高警惕 国宝会在你前面出现 你看到他们的时候 你要紧急按break 要不然就是你自己去创墙 你就不可以撞他们 这样子就是你疏忽驾驶 哎呀 这个东西真的是 太 什么 如果你们今天每个人刷facebook的话 我觉得都会刷到这些东西 对吧 然后 这一 一判下来的话呢 就是认为 这样就会让人觉得 呃 呃 那些 脚车当 或者是 在highway 呃 在 高速上面 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 他们都可以合理的去表车 呃 车上highway 是因为我们有license 呃 我们可以上highway 可是 这些人就这样跑上去highway 然后 我们 撞到他 还要是我们的错 哇 被判六年 六年 我们先不要讲六年是有多难熬 我们先讲讲到底公不公平 呃 我举一个例子 OK 就是 以后 啊 呃 我开在路上 OK 然后我的 我走的方向是 绿灯 然后 对面是红灯 但是他没有遵守规则冲出来 呃 呃 我没有tar break 创到他 然后就变成是我的错 因为 我没有意识到前面有危险 啊 我没有照顾到他 会闯红灯 所以 我没有及时star break 或者是我没有及时闪去旁边 自己去死 我的错 啊 所以 以后大家如果出门的话 呃 你要开夜车 看到这些车 脚车 啊 最好就是 停车 然后下车推 啊 你开50都 他都讲你 嘖 要降慢速度啊 除了推车 我不觉得还可以降到多少 就是下车推 对啊 然后看到这些人站 你要不然你就停车 直接停 然后下车跟他敬礼 Respect 国宝嘛 对吧 我们国家要激励培养他们成为国手嘛 对吧 要参加Olympic了嘞 啊 嘖 其实 很多人 我看了我留言就是 哦 就是讲很可怜啊 那个女的 呃 因为她是华人 我觉得 嗯 这个跟宗教 或者是宗族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主要就是 那些 那个法官啊 还有那些 审的人啊 通过的 啊 他们通常是没有用脑想 用常想 啊 嘖 唉 所以 从今往后 大家如果开车在 路上 啊 看到那些车 看到那些轿车 看到那些飙车的 要嘛 你就给他撞 可能你给他撞 你还是错 啊 要嘛就是 他撞到你 你当场 赔钱 当场认错 打电话报警抓自己 你 你没有办法解决了的 横竖都是一死 啊 如果你撞到他 你就不要想啊 你最好自己死掉他 要不然的话 你 还是要面对法律的制裁 就算你没有错都好 OK 那 我讲这些 其实也就只是 发泄一下内心的不敢 哈 内心的不爽 啊 就是 觉得 公义何在 司法已灭 公道不在人心 下个视频见 拜拜